大家好,今天是3月19号 星期四,股市又在进一步下调 原因很简单,就是美股 倒行私指数,昨天晚上出现大幅度的下调 最低见过18917点 在这一分钟是回调了2320点 当然,收市的时候是在19898点 只是回调1338点 可是怎么样也好 美股已经跌成了2万的大幅了 所以那边的投资的细分还是比较差的 尤其是不少的投资者都担心经济的前景不明 所以大部分人都有一点点的想法 现金拿在手的想法 所以变成来说,股市的固压还是蛮大的 只是跌得比较多 当然,具体上有一点点的反弹 再看看香港股市 找到恒生指数先低开70点到22121点 曾经一度反弹到22380点 等于说这一分钟是上升了89点 可是没有什么大作用 因为固盘还是不断的出现 日中的指数曾经一度低渐21139点 那等于说从这个月的高位5号的26805点算起来 这个月还没到月底 就是说已经回到5666点 这个跌幅本来就是一个中期的跌幅 可是在三个星期之内已经出现了 可以看到市场的那个细分真的是比较差的 当然这个大幅度的下调是总有一点点的低价的买盘出现的 可是这个所谓的低价的买盘之后出现之后 股市在某一个阶段可能稍微稳定一下 可是要是说外围情况还是比较紧张的话 老实讲明天下个星期也会进一步反复的了 现在看起来由于整个股市还是在一个不断往下寻找低位走势之中 所以现在要布局的真的是有一点问题的 当然我买一百股腾讯 我买一百股阿里巴巴 我买两千股中文人数问题不大的 可是要是说手上有一点股票 当然是有一点现金 现在把现在的现金全部是压进去的话 那风险就来了 不管是股市还是跌还是怎么样 就算是它油皮不动 你的心里的压力也会很大的 所以现在最好还是抓住股票 你舍不得走那就算了 就放在一遍了 另外抓了现金呢 我觉得还是少等一下比较好 当然市场不是跌了之后不会回升的 因为现在市场是充满流动性 资金是很充裕很充裕的就会这样说 而且利息也不断的往下调 所以只有一些不明的因素慢慢慢慢过去的话 故事还是有一波上去的 不过这一波上去到底什么时候才出现 还是要看看外面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 抓了现金比较多的 买一点点的陈信 买一点点的阿里巴巴 买一点点的平板跟中人寿问题不大 当然其他的股份也可以轻轻的买一点点 我想在怎么样大跌的空间应该不会太多 不过千万不要抱着今天买 或明天把它卖出去 这个短线产卖的心态 因为总的来说整个股市 这段时间还是相对不明的 好了 今天的分析我就说到这里